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亨谢3月1号敦促美国不要做妨碍朝鲜和平和统一的事情 并立即从韩国撤走美军和武器装备 杨亨谢说如果美国无视朝鲜的反复警告和原格立场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和战争挑衅 朝鲜将给予无情的打击 杨亨谢还表示朝鲜丝毫不会容忍韩国当局推行的民族对抗政策 一定要加以严厉惩罚